在五加速的餐 跑了大概不到300公里200多年 就说都从这道睡意再速点五加餐 我们现在感觉是腰顺腿 都是将有 今天三月份定地了以后呢 我就开始在微博上面 发一些定地的照片 然后就跟朋友们分享 一开始其实也是一种炫耀的心态 在跟朋友做这件事 你看我有地了 我是地主了 然后还累了鸡 我养了鸡 然后每次就是有了 这苗出来了 然后我种了新的东西 我都给大家发 当然后后来就发现 就是很多朋友就会说 哎呦这真好了什么的 但是他可能没有时间去种 别人可能没有时间去来 兼职不了或什么 然后他说干脆你就给我送点菜 我就买你这个菜 后来因为自己种的吧 也确实不专业 然后那有时品相也不好 然后走来也有限 那就从别的农庄帮他们带一些 因为我每周像发布了代购信息以后 到星期五晚上大家想的 他会有很多的问题 不断地去问 往往就说他下一个订单 他不是只简单地告诉你 我需要什么什么菜 他是问你很多问题 谁家的这个茄子好啊 谁家的西红柿好啊 如果像周日的时候统计这个订单 因为第二天要去农庄呢 下一天经常统计到 聊三点钟才能去 今天晚上给农庄打电话 咱们得告诉他们那个 就是菜分别是多少 多少斤总量 因为有那些 他今天晚上要准备出来 你比如说有些那个豆子 或什么 他可以提前就把这份量都撑住了 明天咱们去的时候呢 就节省时间了 中地的那种乐趣啊 不仅是说 你在跟大自然接触 你亲手涂抹土地 更重要的我觉得它是一种很微妙的关系 你发现土地就是对你是很公平 而且很真实的 你对他付出多少 他就回报你多少 每周能去干一些农活 原来我也有意味着 周末两天 然后要牺牲一天的休息日 平时星期一到星期五要上班也很累 会不会受不了 但是后来你发现 其实这一天或者两天的时间反倒是一种休息 身体上面那种毛泪 但是你精神上很愉悦 这种快乐是你可能在家睡一天觉 或者是看一天的这个谈 电影 这种都没法达到 然后最主要 他们就是这个菜买过去以后 现在大家这个做完了以后 也会拍一些照片 然后通过微博 然后发布 然后at给我 然后说 今天我们这个农庄买的这只鸡炖的汤 特别的香 他就会描述出来 然后也告诉我 看到这个味道也特高兴 现在刚才是在展览馆 东边这块 跟我那个朋友碰面 然后他分装了我的这一部分菜 然后他开始跑往东跑 沿线的二环 储物左右那些 附近的一些那个家庭 然后我现在是在往西跑 就是在现在这个社会 你这种心灵的满足感很难获得 可能是你花很多的钱都买不到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宝贵 也是支撑我到现在一直坚持坐下去的原因 好